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 如果不及时采取行动遏着气候变暖的趋势 那么现存企鹅家族当中体型最大的成员 地企鹅将会在本世纪末灭绝 地企鹅主要分布在南极大陆及周边岛屿 以鱼虾为始 它们的命运与海滨息息相关 地企鹅的栖息地 既要在南极大陆海岸线以内的海滨上 又必须靠近海洋以便获得食物 它们繁衣后代也需要稳定的海滨 从地企鹅宝宝每年4月诞生 12月长出羽毛 海滨不能断裂 然而随着全球气候的不断变暖 南极海滨将逐渐消失 地企鹅也将随着失去栖息地 食物来源和孵化后代的能力 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结合两种计算机模型 对地企鹅未来生存状态进行预测 研究人员设置了三种场景 分别是未来全球气温升高1.5摄制度 及巴黎协定设定的目标 升高2摄制度 以及升高5到6摄制度的情况 即不采取行动阻止全球变暖的情况 在第一种情况下 到2100年 5%的海滨会消失 地企鹅群落数量将减少19% 在第二种情况下 海滨消失量会大幅增加 几乎是原来的三倍 届时超过三分之一的现有地企鹅 栖息地将消失 而在不采取行动任由全球变暖的情况下 地企鹅将失去几乎所有栖息地 走向灭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